方法最简单是什么 修改里面 物件里面 物件里面 我记得这边有一个是 物件里面有一个是 应该是 等分 不是不是这个是 点 他有一个指令是可以 做 等分的 OK 这里的话呢就是 错了你寄个指令叫DIV 他寄DIV 他就是DIV的指令 你打DIV也是一样 那或者是你寄 你如果不想寄指令就寄位置 位置里面的点 点里面的等分 等分 那我们怎么做等分 等分点下去 他问你说 你要等分的物件就这个 点一下 然后等分几个数目呢 三个 3Enter 好 那你会想说 老师你等分 可是等分怎么没有反应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 等分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上面 帮你打两个点 三个等分点 那个点 预设值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所以你必须要在格式里面 看到一个什么 点形式 有没有看到 点的形式 点的形式预设是没有出现 你就怎么样把点形式点下去 然后找到 我习惯用这一个 点形式用这个 按确定之后 本来他是这一个 一点 一点这个根本看不到那一点 所以呢你可以选这个按确定 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 这个点形式 这个 绘制 点等分 DIV没错 选物件 我再试一下 三个 Enter DIV 等句 等分 之前是应该正常的 可是今天 这个环境 点形式理论上 你把它改做按确定 他应该会这个点 会变成 这样的形式 可是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 我这一台 他就还是这样子 一小点 那我先讲一下 DIV的指令 他其实就是帮你这条线上面 帮你打 比如说你分 成 三个等分的时候 他帮你打两点 他就有两点在这里 那只是预设值 是一小点 那一小点跟线会重叠 所以你看不出来 那也就是说你把那个线拿掉的时候 那两点就出来了 那只是说 这两点太小 所以一般呢 我们通常会在格式里面的点形式 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叉叉 你比较看得到 那我 我这一台 我再看一下是不是哪边的设定的问题 理论上 一改 他应该会改成这个 那今天就是 不太听话 你按确定 你们的应该按确定就会改那个 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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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